今天阿婆有空来聊一聊 你们占完东西这个二手游怎么办 如果你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二手游 那自然是倒掉了 问题来了 到哪里 能不能倒入水潮 错 长期量做水管会堵住的 阿公免费告诉你正确的方法 在加拿大只要上谷歌收 Drop of Deport 加索在城市的名称 搜索 Public Drop of Deport City of Windsor 把它点开 这里就有详细的 开门的关门的时间 还有哪些有收费 哪些不收费 地址在这个地方 其他的国家地区 一些关键词搜索一下看看 然后收出来 结果在芝加哥 他比如他就是用 used frying oil disposal 所以你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 这就我们平时收集的 这个废油已经三桶了 那我今天要去扔掉 还有平时这个 废旧电池 也是要一起扔到那个地方去 这就到了温莎的Drop of Deport 对 你来说 你来说 我来猜猜 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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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觉得二手游直接倒掉很浪费 那阿婆告诉你怎么样利用它 可以把危害减到最小 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二手游的危害在哪里 我知道了 就是不要反复的加热尽快的用掉 就不会有很大的危害 首选的做法就是用它来炭菜 我们做凉拌菜的时候 在滚水里加些油 把青菜放进去 炭出来油亮油亮的色泽特别好 其次是用它来炒青菜 但最好不要用它来煎东西 这样子会反复加热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用法 请在下面留言 记得给阿婆点赞哦 我可以用一招待的减换 中途 我可以用一招待的减换